港股探底之旅未停 恒指昨日延續跌浪 卓穿18000點關 最低見17936點 跌390點 收市在低檔徘徊 到17950點 跌375點 2.05% 創今年收市指數新低 亦為去年11月28日收17297點之後 最低的收市指數 自此 港股已是連跌6個交易天 共失去1298點 昨日總成交1064億元 估額形各沉重 儘管近日大公司公布的業績多數偏好 而派息也有增加 但被低棄壓籠罩了的市場 已經不理會者歇了 無論業績好還是不好 只有一個反應 就是跌 本來 昨日內銀股有過反彈 表現不錯 但到大市全面淡落時 內銀股也一樣隨市而下 內銀向以高息建清 建行 00939 收4.08元 周息率高達10.76% 公行 01398 收3.41元 01398 周息率10.04% 此外中行 03988 收2.64元 息率9.91% 高息股也捱不住 低息股也捱不住 低息股和業績順預期的股份 如果內地有新的政策出台 也會促成反彈 唯一不知道者 是內地什麼時候 再在工具商拿出刺激大市的工具而議 至於現在入市博反彈 我也認為不必太過急躁 君望仍然是我的第一選項 該從走勢看 今年最低指數已跌穿 下一個支持要到17297點 該處有一個906點的上升列口 現已補回一部分 如下653點未補 會否全補 亦或只補一部分 也難以估計 總之 依書直說在17297-17950點之間 可能尋到短期的底點 這也是要小心觀察的原因 恆大集團據報向紐約法院申請 破產保護 引起市場關注和憂慮 收市後 恆大作出澄清 表示向美法院的申請乃重組債務的一部分手續 為必需程序 對重組不構成影響 昨日為此而拋售股份者 也許要重新衡量是否反應過問 從舟線圖看 恆指已連跌三周 由199116點跌 至昨日的17950點 共末去1966點 戰況慘烈 不然而預料 下集中 下集中 感谢观看